我們分兩個來做 第一個先做這一個 然後先錄製劇期 然後把它改成VBA 再做這一個 也就兩個圖 OK 那兩個圖也許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我先把這個圖先刪掉一下 那錄製劇期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反正第一個啦 你要先彩排 所以第一個的話有錄製劇期 然後名稱的話也許我在這邊打一個什麼 這個名稱也許叫做直條圖之類的 反正這個地方可以一個名稱好了 然後再來就剛剛彩排過了 所以你要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就把剛剛的彩排動作再撞一遍 一選舉這個範圍 二怎麼樣呢 插入這個圖表直條圖 OK 三的話把它移動 先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各分店業期 也許這個名稱的話 然後再來把這個字的大小 也許把它調整成大概18號字好了 OK大概18 然後紅色的字 另外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呢 把它切到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這個位置 好 那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就把那個錄製劇給給填下來 接下來來看一下 那個錄製劇的這個直條圖 編輯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你錄完劇集之後 如果你要再重新編輯 有一些小技巧 跟各位說一下 第一個的話 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上面註解 像我的習慣是把它刪掉 那自己加註解 自己加什麼註解 也許我游標是放在什麼 這個B2到C9的位置有沒有 那所以呢 當然這地方你可以打一個敘述 游標選取B2到C9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當然你註解前面一定加單以後 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利用有一個 這個這什麼功能呢 AddChar有沒有 顧名思義 特別是後面的那個相關的名稱 你可能慢慢要習慣 要慢慢能夠看得懂 那哪個地方可以看得懂 就是第一個喔 你會發現那個Active是目前 目前被選舉活動的 序則指的是工作表 就是目前這個工作表 那我現在是工作表2啦 點Sharp 這個指的是哪個圖形 哪個圖喔 後面有一個 這個Sharp的物件喔 後面會帶一個方法 叫AddCharger 特別是你會發現2喔 這個方法呢 它就會幫我產生後面 這個 不過如果你不知道說 到底這個方法怎麼使用的話 其實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按F1 它會跳出一些官方的說明 比如說這個Sharp的那個 AddCharger是什麼用途啊 那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會告訴你說 它後面其實可以帶幾個參數 可以決定一些東西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就是說樣式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2011指的就是樣式 就Type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什麼 ChargerType 其實這邊Type 樣式 這個也是樣式啊 我有時候搞不清楚 到底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們可以再看看 另外的話 左邊 左邊指的是這個圖 將來要放在哪個坐標 那左邊指的是呢 它在這個 特別重要 這個左跟左跟左這個Ladge Type 其實指的是跟這一點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如果今天呢 我要移動到這邊 大概 假設大概200好了 有沒有 從這邊到這邊 也就是說如果 它向這個值啊 如果向右啊 從這個端點向右的話 右是正 所以200 那 Table指的是什麼呢 從這一點 向下的話是正的 所以向下如果假設是10好了 這個這個距離是10 那 如果將來這邊輸入200跟10 你會發現它會幫你移動到這裡 OK 所以以後其實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去做一些修改 那還有寬度跟高度 比如說我要寬度300 你用給300 高度給200 那這個New Layout 這個一般 暫時沒有用到 OK 所以哦 我們這個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啊其實 再來還有什麼 底下還有在Active Trail 所以你會發現哦 當它產生一個什麼 Abb chart 會對應到一個 叫Active chart 的一個圖哦 那這個圖它這邊會顯示說 Sets source data Sets就是這個 更新它的那個資料的來源 欸 它這個資料來源是range有沒有 你會發現在哪個範圍呢 工作表2 指的是這個啦 不過如果我說假設我們現在是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不需要給這個哦 然後B2到C9 所以你會發現B2到C這個不是重複了嗎 所以哦如果要修改的話 第一個啦 這個可以不用選 這個可以delete掉 那第二個呢 這個地方哦 可以把 啊這個什麼呢 這個後面的這個工作表2 金碳號這個可以拿掉 另外如果你位置固定的話 你就不用再加錢的符號了 因為其實錢的符號變成絕對位置 就這樣就OK了 甚至哦 如果你的參數是按照順序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sauce 哦 的話 那其實冒號等於這個也可以刪掉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刪掉哦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選取那個 因為我剛剛有點了一個title 點title是哪裡 點這裡 點它一下 所以它會把它做個選取 然後去修改它的那個test 不過跟各位講哦 如果將來你看到哦 程式如果什麼什麼點 select的話 有些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 像這個就不需要 它直接可以存取到它裡面的那個文字哦 所以我這邊把它 這個這一行可以註解 註解我習慣按右鍵哦 在工具列按右鍵有個編輯工具列 然後把編輯工具列放在這裡好了哦 它這邊就有一個功能就是哦 把這一行程式變註解 註解 當然你可以自己加單以後啦 不過有的時候哦 用這個註解會比較快 尤其是你有大範圍的 這樣如果很多行 你要註解的話 你按一下就可以 那取消的話 就再把它按一下就取消 OK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 然後字的大小 這邊也有 然後其他的話 顏色部分的話呢 它用的方法是這樣的哦 有沒有加一個顏色 這一個是加顏色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移動位置 有沒有發現 它的移動位置是 這個是移動 像左移動多少 向右移動多少 不過呢 如果我假設哦 我現在哦 用我剛剛講的 就是後面呢 我假設我剛好 乾脆在這邊加好了 加的位置假設哦 我看一下 假設我大概放在這一點 如果我不確定位置的話 我可以先大概 先給它200好了 這個 豆點哦 然後10 就是 這邊移過來 200 向下10 然後豆點 寬度假設300 高度假設200 好 那我假設 改完之後的話 這兩行其實可以刪掉了 這三行 這三行可以刪掉了 好 這樣的話呢 那我再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這樣改完之後 然後 這邊其實就可以刪掉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哦 看看能不能哦 如果我修改完了 能不能 得到剛剛一樣的結果哦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按F8 或者在 增錯裡面呢 可以找到一個叫 主行的 那主行的意思是 可以讓它慢慢去跑這個程式哦 F8 這個第一個 哎呦 跑出來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哦 而且它的位置哦 剛好呢 200 這個位置呢 剛好就在這個 這個點上面 有沒有 所以可以得知啦 這邊到這邊是200 那你想說哦 是那如果 位置如果想要再讓它 像 呃 左邊一點的話 那沒關係啊 你可以把200這個數字怎麼樣 加上會減一點吧 大概在減多少 大概減個20吧 如果你這個 假如說你希望能夠再讓它 往前一點的話 那你也許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180好了 有沒有 180 再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你看它讓程式在重亂 重亂你不用停掉哦 你可以把游標 這個箭頭哦 往上拉 也就是VPA哦 它允許程式可以倒車哦 倒車回來 那你再按F8 再跑 有沒有發現 180了 有沒有 位置好像比較接近 180 然後呢 它的寬度的話呢 剛好就是300 所以哦 從這邊到這邊剛好300 從這邊到這邊高度哦 剛好200 那如果你覺得假設寬跟高 不是你想要的 沒關係 你可以再自己調整一下 調到你比較恰當的大小哦 然後呢 Source 你會發現它已經 對了 不過如果再RUN一下 會不會OK 這樣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要把什麼啦 把上面的 它的title名稱本來要銷售 改成叫各分店業績 所以只要給什麼 ActiveChart 就目前這個圖哦 它有個屬性叫Charttitle的 一個叫Chart的一個 就點Test的文字把它變更 所以你這行執行 應該會上面文字變更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FoneSize哦 等於什麼18 不過你會發現哦 會有個問題 它這邊怎麼樣 它把所有的字呢 通通都變成18了 所以哦 這一行理論上 應該就是有錯誤的 應該理論上就不能這樣寫 比較正確的寫法 應該怎麼寫 這應該是什麼 我把這個應該把它改回來 或者把它刪掉 這個應該是 把這邊裡面哦 不是說所有的東西哦 那顏色可以再變更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變更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在雲端上面哦 有一行敘述 這個叫Charttitle 啊 用Charttitle的FoneSize這邊哦 也就是說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一行哦 改一下 改成什麼 這一行如果不要寫這樣 這樣反正有錯誤 我把它註解一下 把它改成哦 叫ActiveCharttitle的什麼呢 它裡面有個屬性 要點什麼 點Fone 所以有些路是聚齊哦 給的東西不見得是對的哦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自己稍微看一下 FoneSize等於18 這樣才對 然後Color的話呢 其實這一些有沒有 這一些設定顏色 其實不需要那麼複雜 其實如果設定顏色的話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叫什麼 Fone 顏色的話哦 可以什麼點什麼 猜猜看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Color 有沒有 那顏色如果要紅色的話呢 其實你後面加一個什麼 RGB嘛 RGB是三元色 那顏色就給它調色盤 255 0.0 0.0 0.0 後瓜虎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大公告 所以其實哦 如果假設我們修改完哦 應該最後得到的結果哦 大概就只有五行啦 這五行 有沒有就是 AddChart2這個一定要 SetSource這個一定要 然後呢 把它的上面的Title改變 改變成18 然後顏色變更 然後把這個刪掉一下 好 再跑一次 當然你可以按F8啦 我是建議哦 如果你程式假設 還不是很在行的話 可以F8 F8慢慢跑 然後這個改一下 對了 18 也對了有沒有 所以哦 你會發現啊 寫這樣子 沒有問題 但是寫這樣子會有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 它錄製給你的程式 不見得一定是正確的 那怎麼辦 你有時候還是要查一下 它有沒有哪一些屬性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顏色變更的話呢 就是Fone Color OK 變更了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階段 就是 可以做出直條圖了 但是呢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有一個可能要注意的點 就是哦 如果你現在錄製聚集 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是 Excel的2019 那2019 2016以後啊 它才增加了這樣 AdChart 2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這個程式哦 假如在 2016以後的版本是可以跑的 但是如果你在2013以前的版本哦 因為呢那些版本沒有這一個方法 所以怎麼辦呢 你一跑就掛掉了 所以你可能要考慮到相容性問題 那什麼相容性問題 待會再講 OK 我們先請各位試試看哦 把剛剛錄製下來之後 最後把它變更 程式大概只有這幾行 我看一下 應該我有把那個 相關錄製的那個 這個是我在那個2019環境下錄製的 應該理論上大致上差不多啦 只是說 我把它變更的結果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哦